《移民政策立場》 向來是川普最受爭議的一點 而今天在川普進行移民政策 講話前幾個小時 他旋風式地前往墨西哥 和墨西哥總統會面 由於川普之前說要在美墨邊境 建長城防堵非法移民 還說墨西哥移民為犯罪者 讓川普和墨西哥總統旋風式的會面 備受關注 川普今年與墨西哥總統聶托會面時表示 他和墨西哥總統討論到 美墨邊境長城的興建 美國也有權力興建 但沒有提到這個計劃 由哪一邊的政府來付錢 只說之後會再討論 但稍後墨西哥總統在社交媒體上推文 他說他們倆的確討論到 誰將為美墨長城付錢 但付錢的不會是墨西哥 即便如此 墨西哥總統聶托一改之前 大力抨擊川普的態度 稱川普為朋友 墨西哥總統聶托稍早邀請 美國兩位總統候選人訪問墨西哥 沒想到川普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應 還選在今天要進行移民政策 演說前幾個小時前往造訪 川普在旋風式訪問墨西哥後 已經回到美國 目前正在發表移民政策演說 稍後我們會有詳細的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